纽约百老汇歌剧《蜘蛛侠》由于演员的安全问题曾一度停演 在经过改编之后,6月16日将再度公演 歌剧中《蜘蛛侠》的精神导师一决将由一位亚裔女歌手担任 而她的母亲在香港是家喻户晓 到底是谁呢?让我们一起去会一会这位明日之星 观众朋友,这里就是位于纽约时代广场的Foxwood百老汇歌剧院 八老汇歌剧《蜘蛛侠》将从6月16日晚在这里进行首度公演 亚裔演员兼歌手TV卡皮尔在这部歌剧当中担任主要角色 她的母亲香港著名歌星杜丽莎可以从香港赶来为女儿助阵 母女二人在媒体的闪光灯下露出骄傲的笑容 11岁来美的TV卡皮尔从祖父到母亲都是职业歌手 带着这种演唱天赋,不放弃任何面试机会 在纽约演艺界闯天下 直到今天在热门百老汇歌剧《蜘蛛侠》中单纲主角 剧中TV将扮演蜘蛛女神蜘蛛侠的精神导师阿斯克涅 演出时要穿上蜘蛛造型的戏装 被钢丝吊在几十米的高空演唱 然而TV认为角色虽然辛苦 但最具挑战性的是唱好每一场 TV的母亲杜丽莎是中飞魂雪 在香港流行歌坛上与珍妮、叶利宜等歌星齐名 她对女儿的成功感到非常骄傲 叶利莎还表示 她最希望女儿能做她自己喜欢做的事 她会全力支持 新唐人记者安心、陈雷、纽约报道